怎么控制这个鸡肝过快的增长 鸡肝过快的增长还是 它是因为有一个促进因素的 就是看它进展因素是什么 因为鸡肝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鸡肝的升高是因为我们肾高 比如说它的眼神发生的眼睛反应 存在有高血压 或者是包括刚才说到的一些饮食方面的问题 包括呢比如说它这个劳累 过度的劳累熬夜 或者是这个休息的不够 那么都是这个鸡肝身高的一个促进因素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控制肾脏病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一个是控制饮食 再一个就是控制高血压 再一个就是减少它埋尿 再一个就是在生活上面 这个休息上面的话要注意一些 在饮食上面再注意一些 那么它就可以对这个肾脏病的进展 会起到一个缓解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要针对 这个原划的因素治疗 比如说是高血压引起来呢 那么就要去降低血压 那么比如说是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血糖高引起来的 那么就要积极地控制血糖 那么蛋白尿要很多 这种肾脏这个严重反应比较重 那么我们还要治疗进行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这些是重要的因素 其他的呢 都是相当来说辅助的质量 就是说有重要的也有辅助的质量的 是这样的 这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